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丈夫自己的工资则是吃光用光 尤其是2017年她和丈夫商量好为家庭购置一个店铺 可结果店铺买好了 欠下的一笔债务 丈夫却甩手不管了 尚先生拒不承担责任 因为她压根不相信所谓的债务存在 不然妻子为什么一边口口声声喊着还外债 另一边又背着她偷偷留这么一手 尚先生认定妻子在经济上存在隐瞒 藏有私心 而她才是那个真正为家庭无私付出的人 究竟谁在说谎 谁有私心 最后他们二十多年的感情裂痕能否弥合 他们之间的信任和温情能否找回 敬请关注金牌调解谁的私心在作怪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 一位是林女士 一位是尚先生 先了解两位当事人来经牌调解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家里买了个店面 还欠40万 说好了一起承担的 一分钱都不承担 我就要求她承担了 你希望她承担一部分 还是希望她全部承担 还是个什么形式 20万了 一半 她讲话现在不能相信 如果是真正的有这个困难 我会去想办法 但是她这个不是实话 她就是有钱买房子 那你承得到钱才去买 17年就把这个权管就交清了 没有我来承担的 你们俩的经济是分开的各管各的吗 对 什么时候开始是这样 结婚到现在 我就想我老公承担责任 主要是店面 既然店铺是家庭共同财产 债务理应共同承担 这是林女士强调的主张 此刻丈夫所谓的不存在债务之说 在她看来 无非是为了逃避责任找的借口 早在2017年 当初她打算买店铺的时候 就和丈夫商量好了 大家各出一份力 她同意的 可临到关头 丈夫却来了个出尔反尔 坑了她一把 整件事情 她认为丈夫在耍心机 今天丈夫无论如何 得给她一个交代 17年的时候 我们市场上 有一批店面要出卖 我家哥哥在那里就买了 但我说我也想买一个 就等于是投资的意思 买那个店铺 她说买可以 都是为了家里好嘛 她可以超10万块钱 其实她可以用公积金贷款 她说 叫那个定金嘛 那个时候她10万没收 头一天都说就去 刚到第二天举的时候 她说存担是18年 5月份的 没到期 要到明年 那种存担我都看到了 到期了 那个17年就到期 是你爸爸的名字 是你存过去的 刚刚讲的都是 她说那个存折什么的 是有这个事吗 存折绝对没有的 我工资一般都是一个月 基本上差不多的 她没问我要10万块钱 这都是她偏出来的 我就讲你有多大奖穿 多大鞋 有的那去买就去买 没有人的不要去买 我有一分钱我都会拿出来 你有明确表明 就是我确实拿不出钱来 我对 我讲过 当时买店面的时候 已经跟她商量好了 跟她讲好了 她都说了去承担 她不承认了 拿不出钱来 我就只有自己这个账 定金36万 跟我哥哥妹妹借啊 我妹妹那一下就给了26万 我自己十多万 这个借款她清楚吗 她清楚啊 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怎么去那里交钱的事 你去了没去了 结果一次 你当时带了钱去的 我也不知道借的 她要说不知道 她就是不出钱了 这个借款你跟家人之间 是以什么方式借的 转账都有 全部是转账 可以查得到的吧 可以查得到 就是在你们购买店铺的 那个时间段转的钱是吗 讲坊话也要圆的 要长 这根本是没有的东西 她能说得出来 我都不知道 我刚刚都好笑在这里 如果就像你所说的 你从来都没有提过 你有钱可以拿出来 那至少我要关心一下 或者我得了解一下 了解过 也问过她 她原来一直存的钱嘛 当时我问了她 能买得了吗 她说我也存的钱 存的部分钱嘛 你不相信她是借款买的 对 关键是不相信 那她说 你还答应了用公积金啊 什么的这些 有吗 那个我讲过 如果你想 我只能尽我的能力 我就当成这样 公积金后面 没有落实下来呀 为什么呢 那个店面不允许贷款 全款要 那你们俩没有在 这个时候商量一下 我们这个钱怎么办吗 问了她呀 她就一句话没有 她就是有钱不来呀 我都看到了那张成泽 她舍不得把她的钱 拿出来 是这个意思吗 是 我的压力就很大呀 所以说我没这个能力 你不需要就买 没有这个能力 你当时就不要说去买了 你就不要答应买了 还拿公积金带个人了 答应了又不住 一分钱都不住了 在林女士看来 丈夫从答应支持十万买店铺 到后来出尔反尔 说到底是为了留一手 防着她 所谓的不知道 没这回事 摆明了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推脱责任 她就是有钱不来呀 当时的林女士 眼看指望不上丈夫的帮忙 公积金贷款的计划又泡汤了 只好再次向兄弟姐妹求助 也是借了二十多万 开始借一部分 还有没借一部分 李女士说 她前前后后 总共借了哥哥妹妹四十六万 可这笔账 尚先生是不认的 因为他后来意外发现的两张存折 彻底击碎了他对妻子的性质 18年19年的时候 他存了二三十万块钱 你怎么知道 他给起来 但是我还是在家里 当时被我看到了 我现在就拿东西给你看 我拍的是照片的 他现在原不了 他说不定出来了 一个五万 一个二十万 自己这里要借钱 这里还要去存钱 他讲的这个存款 你能说明白吗 是存在 存在还在那里 你对这个钱 是不是先用来还款 还是用来干什么 你是怎么打算的 还款 我家里人他也不急用 开始是借了就借了 他急用的时候再还 那为什么你会这么急着 催他要还呢 他答应了 你是担心他就这个事 就不管了 是这个意思吗 他本来就是没管 到现在都没管一下 所以即使我有钱可以还 我也得必须要他一个态度 你也得共同承担 不能只是我自己一个人还 是应该要共同承担 买的事也是共同利益 我的工资 我的钱 全部用在家庭上 你的钱 不用在家庭上 你的钱准备干嘛 按照尚先生理解是 你自己都有钱 你又何来借钱这一说 然后二 要么就是你自己有钱 你也完全可以拿这个钱去还 对啊 因为我工资就是这么多 也就是给我生活 因为一家 所有开支都是我一个人 穿用住 所有的开支 电费水费 人情交往 所有的开支 他就是吃饭 其余的钱 全部是我租 没付负责 他的工资 一直都不告诉我 小孩子在那个商场买衣服 买鞋子 挑好了 试好了 他往后面走 就是叫我来付 儿子的手机壞掉了 他晚上就买了一个 一千多的手机 还又要问我要 这一千多块钱 日常呢 孩子总要上学呀 等等生活呀 都会需要花钱的 对吧 是 这是谁在负担呢 有的是他租 有的是我租 哪年不是我租 有几年都是叫我 家里开支 你也叫我 我也 我也 都不是我叫的 经常是叫我叫 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下去 你说我接受得了吧 谁为家庭付出更多 夫妻俩各执一词 按照上先生的意思 他的工资收入 全部用在了家庭开支上 反倒是妻子有所保留 明明藏了一大笔钱 却不拿出来 抵所谓的债 一味地把压力 施加在他身上 因为钱 夫妻之间不断上演着拉锯战 两人的这种纠缠不休 一直在场下观看调解的 林女士的妹妹看不下去了 她决定上场力挺姐姐 我们继续 从结婚到现在 我姐姐是不知道我姐夫 赚多少钱 刚刚结婚的时候也问过 问过我也告诉她了 后来没问过 我也不会主动去讲 我说每天 你不知道她一直在为这个事情 心里不愉快吗 如果不愉快 她就要跟我口中 要不讲 她也不讲 不讲我怎么知道 我觉得这个借口 这个理由 根本就站不住脚 我姐姐问过 不是说我姐姐没有问 我也问过 就是说为什么 我姐姐都不知道你赚多少钱 这个钱用到哪里去了 怎么用的 当面问过她赚多少钱 她就是不说 她就是说 我就是没有钱 问她多少钱 她也不知道 过年的时候问过一次 而且我也跟你讲 讲我多少钱 而且怎么用的 日常开始怎么算的 我还跟你算得清清楚 比例说算得给你听 一个小一生 你问我的工资 我都能跟你讲 我是说你今天告诉我 还能做得怎么样 如果你确实是这样 这个态度是很好的 我们一定是可以接受的 问题是不是像你说的这样 你就是说我就是这点钱 我就是 对啊 我没有多少钱 一定是隐瞒 她就是不愿意 让我姐姐知道 她每个月有这么多钱 再说到那个买店铺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情况 店铺的事情是这样的 我哥是自己开店 那个市场上 正好有一批店面 要拿出来卖 然后我姐 她手上有十多万 就看到我们几个姊妹都有了 她也就是想 帮她的儿子也弄一点 假业 我就跟她商量 然后我姐夫是同意了的 他们商量好了 姐夫是可以支持十万的 到后来是什么原因 就说这十万又没有了 也不出了 然后就加大了矛盾 后来公积金贷款贷不下来了 然后这边一定要买呀 低的没有办法呀 只有姐姐就又问我们开口了 我们也就只有支持的 她借了我26万 反正前天后还了6万 还欠20万 借了我哥哥20万 还了吗 没还 这些年你们家人们 有跟他们一起讨论过 这个借款的情况吗 那都是我姐姐说的 有时候她就很委屈 也就是说借款这件事情 姐夫没有出过面 没有没有 她没有跟我们说过 那也就是说 这个借款就变成 你们和姐姐单方面的沟通 对对对对 因为刚才姐夫拿出了 姐姐的存款的记录 她意思就是说 你是有钱还给兄弟姐妹的 对于这一点 妹妹怎么看 我姐可能有私心 她就说这个钱 马上就是我那个外甥 现在大三了 然后专业又不是特别好 如果她用得上 她就要 所以你是觉得 就算姐姐有这份私心 这份私心也是为了孩子 对 她也不是说 这个钱就是自己用 她从来没有买过一件好衣服 我可以这样说 你能理解她这个做法吗 我能理解 她跟我解释了就可以 因为她这种人 是很缺少安全感的 我们也没有 就是说急着要用钱 她存都存了 而且她慢慢地在还我的 她一年就还得少 对于今天姐姐提出这个诉求 姐夫应该要承担一半 妹妹的想法是什么 共同承担 哪怕有一个月 有一千块钱 你也是一千块钱 攒得一起用 不能说一句 我没有钱 我就这点钱 在这里的目的也就是说 大家彼此沟通 都是去坦诚 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 坦诚相待 公开收入 不要留私心 这是妹妹站在姐姐的立场 向姐夫提出的建议 可尚先生始终认为 不过坦诚 真正有私心的是妻子 那一大笔存款 就是最好的证据 他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 他做了 他该做的 所以开始都是我一个人 大部分是我 什么都要从我身上扣钱 他就是没钱 什么都是说一句 他吃掉了 夫妻俩一直在否定 对方的付出 认为自己才是为家庭 做贡献的人 他们这种互相否定 互不信任 生活中光讲钱 没有一点感情味的状态 究竟从何而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夫妻两个人 从一开始 就成了这样的一种局面 大家似乎有点 你管你我管我 他没有尊重我的 他都是听他父母的 他家里人 刚三叉五就要到家里来吃 从中午吃到晚上 是聚餐呀 还是什么意思 聚餐就是 我跟他门女儿讲了 不喜欢 你经济条件也是这个样子 你哪有这么多条件 去吃喝喝了 他就余孝嘛 上先生 聚餐是这样的 一般是过生日 逢年过节 平常很少 该有时候父母的生日 我们的生日 儿子的生日 就是大家在聚集的一起来 这都是你负担吗 我的负担 但反正是不能看到 我高兴父母 他哪里是过生日 不只是周末 平时他也费 就是太平凡了 一天到晚 从中午下吃到晚上 明天又到他弟弟家 也是这样 你觉得这会给你们带来什么损失吗 小孩子读书 哪里有心情读书了 就是这一个原因 经济了 他就吃光了 每个月他都不够的 他家里人就是 吃饭就是玩 他的工资 你不喜欢这样的 二十多年都没看到 他一分年工资 明白 你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 你会觉得 这个不能给家庭 带来任何好的发展 是吗 是 走到哪里 这个方法连篇 不想吃饭 我方法连篇 让个离分 大家好趣好散 他好像是 我不离分一样的 你以为我读你什么 我觉得你有时候说坏 确实也蛮伤 我姐姐的心的 你的好散是什么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 他们过得好 然后我姐 她是很酷家的一个女人 不管是大家庭 还是小家庭 那为什么融入不了 那个大家庭呢 他们家也是一个大家庭 有弟弟 有姐姐 还有奶奶 也在 然后就每个人的生日 就是都要在外面 就是吃 周末 没有什么事 也是吃 吃完打麻将 然后过年 大概要从24开始 就是开始 颅很多很多很多的菜 然后一直吃到 过完年 元宵 姐姐就很不喜欢 这种方式 觉得没有必要 就是这样 大吃大喝 她就觉得 我们条件不是很好 要省吃俭用 就是以后小孩子 要给他 就是有一个好一点的 经济条件吧 这个就是他们最大的矛盾 我觉得 姐夫应该 站在姐姐的角度上面 可以从中间协调一下 如果 双方以后可以有事商量 大家都改变一点 就好好的过 我就是还是这样 要非归正常人的思维 活正常的人的命 你是意思是 你没有要调整的地方 还是我有要调整 如果我错了 有道理 我会调整 好 你呢 你怎么想 调不了 他什么都不忍耐 也就是说 大家都等对方的态度 对吧 对方首先改变了 我自己才能改变 如果对方不改变 那就没什么好谈的 对 此刻 我们总算明白了 夫妻两人的关系 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因为 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 家庭观念和生活方式 出于各自的考量 谁也不愿意 做出妥协和让步 当分歧和冲突多了 他们对彼此的信任 便少了 感情一点点被消耗殆尽 眼下 这份二十多年的夫妻情 还能否修复 他们之间的经济纠葛 四十万外债 又该如何解决 观察席上的两位律师 首先把焦点 放在了尚先生身上 你们刚才说 这些年来都各用各的 但是你们估计 没有书面协议约定 各自财产 分别归各自所有 据法律规定 所以你们的财产性质 还是夫妻共有 这个店铺 虽然没有写 南方的名字 都是属于 夫妻共同财产 这边涉及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南方是听 女方说过 要买这个店铺的 也曾经表示过 我有公积金 到时候可以帮一下 你事后也没有明确地 表示过反对 买也买了 基本上也是默论的 我们接下来就说 第二小点 南方现在认为 这个债务存在虚假性 女方也不必过于激动 觉得自己就好像很被动了 如果你的丈夫 如果否认的话 你的亲亲属 你的哥哥 妹妹可以推定 我借这笔钱 是推定 我姐姐跟姐夫都知道的 举证说 当时我把这个钱 借给你们 是为了你们的家庭的掌 是我需要的 谁来主张 谁来举证 南方 你今天反复提及 你说你当时你买了房 结果后面你又存钱 你反复问他怎么解释 反复地说 你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你试问一句话 他拿这些钱干嘛去了 他拿这些钱 是自己挥霍去了 还是干嘛去了 说得很清楚 我想给我留点保障 所以不想那么 急得还你们的钱 所以纵使他 存着千般错万般错 这个女人的心理动机 也没有说把这个东西 就一定要去挥霍 或者说给自己 做一个将来的 一个什么小打算 没有 人家基本上也是 实事求是地承受了 我自己的私心 我倒想反问你一句 你怎么解释你的收入 你今天也没拿出 你的存责出来给我们看 女方的妹妹 她今天场上说了一个话 就使得我 对你说的话 也采取了怀疑 民发店员规定的 如果一方转移 引力销毁财产 或者伪造债务的 这一方 可以少分 或者不分 你们一心知味下 你在你们的夫妻 财产观点中 你有没有私心 现在这个商铺 它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 商先生你也是有份的 你不能说我一边 享受这个商铺的权益 然后呢 我又一边又把这个商铺 所产生的对外的债务 又把它给推开 这也是不合理的 对不对 如果说尚先生 你实在是觉得 我就是拿五六千块钱的工资 我没有办法对这个商铺 再去承担这个债务 而且呢 你那个债务是不是真的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想要去跟你家里人 去讨论这些问题 那么你们可以 双方达成一个协议 用书面的形式 把它约定好 就这个商铺 属于李女士个人所有 那么后面这个债务 也由李女士个人来承担 如果双方都同意的话 可以写成这样一个书面协议 这种方法呢 可以暂时地搁置 你们现在的 互相的一个疑虑 如果说你们经过 今天我们的条件 你们能够说 修复情感的话 那就是双方都财务公开透明 我们有这么多债务 我们立好计划 我们大家把现在每个月 我们的一个收入拿出来 每个月的开支是多少 我们减去 我们留一点这个备用金 那么剩下的 我们就来还这笔债务 以后这个店铺 如果产生了出租的效益 怎么样 我们再用来还这个债务 或者说用在家庭生活当中 这也是很好解决的 所以你们的根本问题 并不是在这个商铺 债务还有钱上面 还是你们的一个情感问题 包括提到了你们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哈 就他请家里人啊 经常来吃饭这一点 本质 问题出在你身上 是你没有融入到 他的家庭里面 你自己把你跟他的家庭 隔开了 你都没有把他的家人 当做自己的家人 你又怎么能够接受 一群人 频繁地来自己家里吃饭呢 换谁都接受不了 所以你还是一个 自己的不自信 自己没有融入进去 所以你先把自己 和他家人的关系 先处理好 如果这个处理好了 你能够放开你的心态 接纳他的家人 至于来吃举顿饭 那大家带菜来嘛 都可以的 对不对 关系好了 大家就不那么见外了 所以关键是什么 还是我们自己内心的问题 按照两位律师给出的意见 黎女士要调整心态 试着融入丈夫的大家庭 收起咄咄逼人的姿态 上先生则不能因为 妻子的一次隐瞒 以此拒绝承担责任 否定妻子的付出 在观察员谷月看来 双方如果想过下去 还需要在前的规划上 达成一致 情感上积极沟通 老公 工资到底是多少 二十年以来没有一个答案 三十多万的外债 二十多万的存款 它到底来自哪里 你们俩都不能形成共同的认知 上先生可能在你的这个概念里面 你会觉得吃家底的那种感觉 但是在黎女士 她看来钱的这个归属上 她应该是朝着去存家底 把那个钱去用去很好的投资 钱她会生钱 如果你们能够在这个 钱的这个去向上达成一致的话 家里可用的这个 可支配的这个经济 越来越多的话 也不会产生现在的这种窘境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 在钱的这个概念里面 同甘又共苦的话 代表着至少你们俩 夫妻关系是困在一起的 就不会各自为战 各过各的 最后这个日子就朝着分开去的呀 所以二十多年 你看你们俩 这触得一点感情都没有 很失败 另外像你们这种结婚多年的夫妻 常常说这个家庭里面 没有沟通 没有沟通 那我觉得沟通跟爱 跟爱是一样的 它是一种能力 那我们平常怎么样去展开 这种沟通呢 我觉得有三个方向 是值得尝试的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每天两个人 回到家里面去以后 说一说今天 今天在工作当中 我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我遇到这个问题 我希望得到对方 什么样的这种支持 第二个是什么呢 说一说明天的计划 让对方了解 你明天要去干什么 有了解以后 才会有理解 第三点就是 如果说可能的话 我们再设置一个 特别的时光 比如说带着孩子去看电影 然后一家人 搞一个周末的这种party 或者说春游 这样的时间 其实都是建立一个 非常高质量 沟通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三个 整个的累积下来以后的话 这种沟通的缺失 就会得到很好的弥补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们刚结婚一段时间 双方的收入状况是怎样的 我结婚前 还是到他哥哥那里去打工样的嘛 就像小孩也没让人做事了 大概多久之后 是不是他这边经济上来了 在我儿子 大概六岁到七岁 他跟他哥哥是一直在开店 反正我的工作 这所有的开始 我们大家用 你看你们结婚一开始 尚先生的收入是稳定的 但一直是 就这么一个状态 李女士这边收入 是不是慢慢的越来越好 我会感觉到什么呢 尚先生越来越习惯 比较稳定的 一成不变的生活 李女士这里 其实是开始想改变生活 甚至可能会不计成本 那么这个时候 尚先生可能心里就藏着一种埋怨 好 你们兄妹慢慢能赚钱了 你们赚多少钱 我也是不知道的 然后你也去敢买这么贵的房子 那好 那我就不管了 因为我的收入没那么多 我也不想想这么大的事情 那相比而言 李女士是 我慢慢能赚一点钱 我敢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但是当我有困难的时候 我会把怨言怨气 会转移到家里面 好 我再问一个问题 你们各自在自己的原生家庭 兄弟姐妹关系是怎样的 我自己的兄弟姐妹就会在家聚一下 家族传统的孝顺 我奶奶现在103岁还在 就跟我父母在一起 每天我就是在忙 把我都赶过去看看 陪下我奶奶 这是我的习惯 我们都是盆盆常常 不像他们那样 总是聚 明明常常 但是你是在你哥哥的公司里面 那来往应该也很多 互动很多吧 天天都见面了 没有他们这样 感情上走得很近的感情 相似的水平 是吧 就是过年过节在一起 这就是你们两个家庭有差距 两个原生家庭之间有差距 你看 尚先生比较迷恋的是 我原生家庭 我这一边的亲情望来 那你这一边 林女士的 是一个经济型的大家庭 是大家在发展 在奋斗 在赚钱 是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你会说 我们是在一起 那我们是在一起 那我们是在一起 我们是在一起 我们是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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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先生说她公开收入的前提是妻子保证不可扣她的零花钱 并且妻子的经济也要做到公开透明 这一点黎女士爽快地答应了 但有一点她不希望丈夫再把钱花在大家庭的吃喝玩乐上 她家里人除了吃就是玩 我不喜欢 首先我们先有一个共识 就是她的钱没有花在外面 她没有花在外面 但是花在她家里人身上 可能她跟她家里人的关系比较好 然后可能走动会有一些人亲往来 是吧 邵家建议林女士 学会理解丈夫的一片孝心 接纳丈夫的家人 除此之外 她对丈夫也能多一些信任 态度更柔和一些 稍微柔一点 还是要缓和一点 不要一说就好像要针锋相对一样的 你这样相处不行的 说话还是柔和一点 然后对你老公要信任 你要相信这个人能改变 尚先生这边则要对妻子多些耐心和包容 积极修复夫妻感情 最后他们能否在经济上达成一致 把情找回来 把信任重塑 答案即将为您揭晓 我先把协议给两位当事人念一下 协议第一条 双方确认购买店面的债务 为夫妻共同债务 共同承担 二 双方同意公开收入 共同管理家庭财务 预示协商解决 三 双方承诺 互相尊重和彼此信任 积极沟通 修复夫妻关系 营造和谐家庭 看一下双方能否接受这个协议 同意 可以 感谢老公你这么多年的付出 大家可能产生这些误会 我们以后重新来过 重新开始 可以 可以重新开始 谢谢 谢谢老公的理解 老公 只要你愿意相信我 我也可以改变我自己的步步 像李女士这么多年忙忙碌碌 其实还是为这个家 看上去她好像步子很大胆 这很大 但是一个家庭有些时候 要上台阶不得不靠这样一些 看上去冒险的行动 真的是这样 老婆 这二十多年 我也不知道要给她感受 因为我在这里也出出大意 希望你原谅我 以后我们重新开始 可以不可以 这些东西来说 来 我们抱下了 你们的这种经营情感 真的要从头开始 特别希望你们俩 真正能享受到 幸福 家庭 生活的美好 节目最后依然送上有好事提供的礼包 给我们的当事 希望每一个家庭 甜蜜的滋味都能够更多一点 真情实义 好生活 真菜实料 好面包 感谢收看 调解最后 曾经针锋相对 互相否定的两人 都认可了彼此的付出 曾经互不信任的他们 也愿意做到互相坦诚 共同面对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他们一定要明白 在婚姻中各过各的 夫妻之间的距离 往往会越来越大 对伴侣有所保留 存有私心 最后伤的是夫妻感情 只有夫妻俩同心协力 前往一处花 劲往一处使 彼此信任尊重 默契才能越来越好 感情才会越来越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